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节 股权筹资 对习来讲 通过股权筹集资本 那是自有资金 自主使用 无需还本 也没有固定的股息负担 据此呢 股权筹资 它的财务风险相对就比较低 好 第三节 再介绍到如下的四个试点 第一个试点 习筹集投资 第二个试点 发行普通股股效 第三个试点 留存收益 前面三个试点 分别是介绍三种不同的股权筹资方式 最后呢 是介绍股权筹 相对于债务筹资来说 它的优点和区点 好 首先我们学习第二个试点 关于习筹职业投资 一颗心作为简单的了解 对习筹职业投资来讲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经常有所耳闻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小张和小王 一对好朋友 他们共同出资 开了一个包子铺 小张投资了十万 小王投资了二十万 这个包子铺由此又诞生 那么 对这个包子铺来说 这两笔资金的筹措 这成络就是 吸收职业投资 直接从投资那儿 把这个资金吸收过来 当然了 小张出了十万块钱 小王出了二十万 就形成这个包子铺的两个主人 对这两个主人来讲 后期包子铺的运行 他们是 共同投资 共同经营 共担风险 共负盈亏 那如果说 后期有了净利润 两者要分配的话 那一定是 一比二的比例 来进行分配 好 我们看 吸收职业投资 它的一个含义 看看下面这个表述 简单一看 说吸收职业投资 指的是企业 按照共同投资 共同经营 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的原则 直接吸收 国家 法人 个人和外商投入资金的一种筹资方式 好了 可以是国家投入 可以是企业法人投入 可以是个人投入 可以是外商投入 总之一句话 那是直接向这个企业投入相应的资金 好 看下面的这个提示 下面这个提示 这是非股分子企业筹集权益资本的基本方式 那么刚才 小庄和小王成立这个包子铺 很有可能是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 对这个企业来讲 它的一种股权筹资的一种方式 最为主要的是 其中这些投资 好了 他说的是 非股分子企业 筹措权益资本的一种基本方式 那问题来了 那请问 股分子企业呢 股分有限公司 筹集权益资本的基本方式 是什么呢 同学们回答我 不敢回答 小张站起来 你来回答我 刚才你开了个包子铺 现在回答我这个问题 好了 回答正确 对了 对于股分有限公司来说 它筹集权益资本的基本方式 发行普通股 我们的第二支点 再来做研究 好 接着往下走 看下面这个表述 行数职业投资的实际出资额 注册资本的部分 形成了实收资本 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呢 属于资本溢价 形成了资本攻击 这又是什么意思 来 小张和小王再次出现 刚才我们说 小张出了十万块钱 小王出了二十万 这个包子铺 这个有限的公司 有此成立 那么小张和小王 作为包子铺的主人呢 他们就 辛勤的干活 最终这个包子铺啊 越做越大 哎呦不得了 包子铺发展的 非常的良好 接下来 隔壁的王二马子一看 哎 现在 包子铺发展的 如此良好 年年都有近利润 年年都在分红 王二马子就和小张和小王商量 要不 他也出二十万 好 那么小张和小王 哎 满口答应 行 你说二十万没问题 首先 这二十万 就投入了这个企业 这二十万 对于企业来说 那一定是 吸收职业投资 这没啥问题 好了 那现在问题是 这二十万 寄入哪些项目当中去呢 小张和小王 作为包子铺的 发起者 他们出了十万和二十万 都寄入包子铺的 十收资本当中 十收资本当中 我们就寄 好 小张 十万 小王 二十万 所以他们利润分配的比例 那就是 一比二 那么现在 王二马子又出二十万 那王二马子说 哎 你看 小王同学 你出了二十万 我也出了二十万 要不我们以后 分配金利润的比例 咱就一比一 小王同学说 你想的还挺美啊 是吧 当初我和小张 没白天 没黑夜的工作 我们凌晨两点钟就起床 晚上十二点钟再睡觉 你王二马子在哪呢 你王二马子没有出现呢 现在我们走上了正轨 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你王二马子拿二十万 就想和我小王平起平坐 俩这儿没门 所以 现在呢 王二马子投资二十万 我们就要做处理 怎么处理呢 经过商量 这二十万 只有十万 记住 十收资本 还有十万 记住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 我们的资本溢价当中 那么记住此 后期利润分配的比例 就按照十收资本的比例来分配 那么到了后期 利润分配的比例 小张 小王和王二马子 他们分配的比例 一比二比一 按照十收资本的比例 这就行了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么 实际出资额 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注册资本的部分 形成了十收资本 然后呢 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 形成了资本溢价 放在资本攻击当中 OK了 接下来我们研究第二个问题 这就是 对于习仇职业投资来说 我们到底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出资 首先 真金白银 钱 当然是可以的 其次 这些实物资产 也是没问题的 好 看下面的表述 可以用货币资产出资 用货币资产出资 这是最为常见的形式 当然 也可以用实物资产出资 比如说 我提供相应的店铺门面 我提供相应的生产资料 这些都可以 当然 也可以用土地使用权出资 以知识产权出资 以特定的债权的出资 都是可以的 这个呢 稍微记一下 感觉有点像学经济法 是吧 好 看下面的提示 以实物资产 土地使用权 和知识产权出资 我们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 那些特定的条件 我们先放一边 好 我们把共同的条件拿出来 共同性的条件是 要坐价 公平合理 到底值多少钱 咱们就算多少钱 不能够过高 也不能过低 好 看第二个提示 说 吸收知识产权权 等无形资产出资的风险较大 为啥 你说 现在这个技术 你说支一百万 是吧 说不定 今天评估一百万 今天晚上 就有新技术出现 你这个技术 马上就不值钱 所以今天一百万 说明到了明天 明天就变为五十万 到了后天 一文不值了 所以 知识产权 等无形资产出资的风险 确实比较大 好 因为 知识产权出资 实际上是把技术 转换为资本 使技术的价值固定化 而技术呢 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那我们社会发展 非常的快 技术进步 非常的快 因而呢 技术过时 这样的风险 那是存在的 因此不断的老化 落后 而导致实际的价值 不断减少 甚至全部丧失 所以 资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 对于我们仇值企业来讲 风险比较大 往下走 看第三个提示 哪些不得予以出资 最下主体 股东或者发起人 不得以劳务 信用 自然人的姓名 商与 特许竞选权 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 等作假出资 好了 在这地方 就有个小小的考点 那是 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出资 那么 不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出资 这两个点 放在一起 形成一道题 那可是极好的 来 看下面这道题 多讲题 下列各项当中 能够作为 吸收直接投资 出资方式的有 有理性 土地实用权 可以啊 没问题 想必 非专利技术 实际上 也是可以的 当然了 在这个地方 目前的大纲 把这个非专利技术 改为了知识产权 那么 对这道题目来说呢 是很多年以前 得到考题 好 目前的表述 应该是知识产权 选项C 特许竞选权不可以 选项D 商与不可以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 应该是 A和B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投资的程序 吸收直接投资 它的一个程序 到底怎么样 好 一般来讲呢 我们解决四个问题 就可以了 第一个问题 需要多少的资金 第二个问题 谁来提供这些资金 第三个问题 找到谁来提供 这些资金 我们协议要签订 白纸黑字要落实 最后 那就是资金 投资到企业 所以 它的一个程序 第一步要多少 第二步 谁来出 第三步 签协议 第四步 来资金 好 按照我们大纲的表述 那就是 首先 确定投资的数量 第一步 接下来 那就是 寻找投资的单位 确定投资的单位 谁来出 第三个呢 那就是坐下来 协商和签署 投资协议 那不就是签协议吗 最后呢 资金来到这个企业 取得所筹计的 相应资金 好 这是我们的四步 下面我们看一下 吸收职业投资 它的特点 当然 也有优点 也有缺点 好 首先 它的优点 能够尽快地 形成生产能力 诶 同学们稍微一想 如果说 用实物来预出资 说生产能力 马上就能够形成了 比如说 现在你这个包子铺 需要扩大 生产经济规模 那么 现在你急需 一个门面 诶 我说 我来进行投资 我出的就是一个门面 那同学们一看 所以我们马上 只要一出资 就能够形成生产能力 能够尽快 形成生产能力 好 你比如说 我们后面的股效筹资 发行普通股 筹集股权资本 它就不能够尽快 形成生产能力 为啥呢 筹资期限比较长 开始发行股票 到资金回流 可能就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你再去买相应的资产 才能形成生产能力 最后面 发行普通股 形成生产能力 这个期限就比较长 而我们习州实际投资 能够尽快 形成生产能力 实际资产 拿过来就可以用 第二个 容易进行信息沟通 为什么 因为 人比较少 对于习州实际投资来说 它的投资者 往往是相对比较少的 相关主题 比如说 刚才 小张和小王那个包子铺 后期 要习州实际投资 那这时候呢 就一个王二马子 对吧 很有可能 还有老王 还有老李 还有老张 但甭管怎么样 这个人数啊 都相对比较少 我们在后面 如果发行普通股 筹集股权资本 来告诉我 资金提供者多不多 资金提供者 那可是非常多 异常多 动辄就是几万 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 对吧 所以 你如果人数比较多 凡事就不太好商量 你这个信息沟通 就比较麻烦了 好 人少好商量 容易进行信息沟通 接下来它的缺点 缺点 资本成本较高 好 在这个地方啊 朋友们 拿起你的小手 把这个地方的较高 改一改 改成最高 在所有的投资方式当中 其手直接投资 它的资本成本 是最高的 为啥呢 哎 同学们想 刚才那个包子铺 小张 小王 还有王尔玛子 对这三个投资者来讲 那包子铺 只要一有利润 包子铺一赚钱 哎 三人一商量 分 是吧 很有可能啊 这个包子铺赚了 一百万的净利润 这三者一商量 一分 那分八十万 你看这个成本多高啊 太高了 哎 同学们记住 吸收直接投资 资本成本 在所有的投资方式当中 那是最高的 第二个 公司的控制权集中 不利于公司治理 哎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哎呦 全都是专业术语啊 别着急 我来解释 首先 对于吸收直接投资来讲 往往是 非股份有限公司 筹集权益资本的基本方式 并且 根据前面的举例 对我们都有一个印象 对于公司来说 它的股东是有限的 那股东是有限的 三个五个 五个八个 那就不得了了 股东有限 既然股东有限 那么这个控制权 就牢牢地掌握在 几个有限的股东手中 所以它的控制权比较集中啊 好 接下来 由于股东的控制权比较集中 所以股东说话就算数 那比如说 刚才那个报纸铺 它的股东就有三个 小张小王和王二马子 他们持有的份额 分别是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十五 好 朋友们一看 这些都是大股东啊 那如果说 三个股东一商量 我们请老王 来跟我们做职业经理人 让老王来管这个公司 我告诉你 老王管这个公司 管得可累了 为啥 小张 来到公司 视察一下 说 哎 你不应该这么管 应该怎么整 怎么着 那么 小王来公司 又来指示两句 王二马子 到公司 又来探讨探讨 又来指导 指导 那对于职业经理人 老王来说 这个公司 我没法管了 这个两拳就分不开 所以就不利于公司治理 那么 什么叫做利于公司治理呢 如果说利于公司治理 那就是两拳完全分开 第一个 经营权属于我们的职业经理人 而所有权属于我们的股东 所以平时啊 哎 有职业经理人他说了算 而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 我们股东才发言 这叫做有利于公司治理 显然 我们的习近世界投资 由于股东比较少 都是大股东 所以 就不利于公司治理 理解一下 下面 不易进行产权交易 那么对于 习近世界投资来说 由于股东相对比较少 那么 股东之间进行份额的一个转换啊 那往往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 这个时候呢 产权交易相对就特别的麻烦 那么与之相对呢 就是发行普通股 发行普通股 产权交易 那可是一层简单 为啥 买股票 卖股票 就进行了产权交易啊 是吧 你把股票卖给我 那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主人了 好了 这是 习手之夜投资 它的优点和缺点 要有所理解 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 多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习手之夜投资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 选案A 习手之夜投资 是非股份制企业筹集 全益资本的基本方式 没问题啊 完全正确 选案B 习手之夜投资 是公司制企业筹集 全益资本的基本方式 选案B咱不能选 咱们要结合咱们前面的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谈到了企业的组织形式 有个人读师 有合伙企业 有公司制企业 而对于公司制企业 我们又分为 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 好了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 筹集全益资本的基本方式 是习手之夜投资 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来说呢 习手全益资本的基本方式 那可是发行普通股啊 所以选案B 犯了一个毛病 啥毛病 一刀切 选案C 以货币资金出资 是习手之夜投资当中 最唯一重要的出资方式 是的 真金白银往里面投啊 想你 习手之夜投资 是公司在创立的时候 首先选择的投资方式 完全争取 是公司在创立的时候 首先选择的投资方式 那公司刚开始创立 就能到资本市场去 发行公司债券 发行股项吗 那可能性不太大 最开始成立 它的资本境内的筹措 往往是习手之夜投资 所以这条题 正确的答案 A C和D 往下走 看看下面 再到单项选择题 与发行公司债券相比 习手之夜投资 它的优点是什么 选案A 资本成本较低 习手之夜投资 它的资本成本是最高的 选案A 产权流动相对比较强 习手之夜 产权流动比较麻烦 需要经过其他投资者的同意 选案C 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形象 习手 在资本市场上 它基本上就不会发生 在资本市场上 看不到它的影子 因为它是非股份有限公司的 一种投资方式 好 那么对于公司债券来说 在资本市场就要予以发行的话 那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生育 所以发行公司债券 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形象 但是习手之夜投资 却没有这个优点 新案例 异于尽快的形成生产能力 习手之夜投资 没问题啊 再提证据答案 选D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个支点 习手之夜投资搞定 结果就是在这里 我们的第一个支点 下转击 我们的第一个支点 我们的第一个支点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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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